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房子已经在找了 不是房子的事 是小军的事 你都知道了 失败的原因 目前还不是很清楚 我也不知道 警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或许临床就是这样吧 即使做到了百分之九十九的准备 也依然会有百分之一的意外可能 我们正在制定二次手术方案 需要一些时间 不管你信不信 我还是要说 其实 每次把病人推上手术台的时候 最想他平安务实下来的 就是我们一生 我们 对不起 所以 你还有别的要问的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 八百分之二 跑到三分之二的时候 我觉得我不行了 八千米奔袭 跑到最后一公里 腿骨受伤了 我扛起了他 我知道他很痛 他也知道我很累 但是我扛起他奔向终点的理由 仅仅是因为 他想在场上 我就得扛他 你想说什么 亮慕泽 小军才八岁 我知道医院不是我的战场 我也知道现在 医生 才是无可替代的 所以我请你 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一定不要放弃小军 好吧 明白了 我会转告赵医生的 谢谢 我会转告赵医生的 我会转告赵医生 不要放弃小军 我会转告赵医生 空灵菻生的 我会转告赵医生的 我会转告赵医生的